第九百一十六集 他下意识地向改造的实验室里面看了一眼 但是他一看之下 不由得吃了一惊啊 这件改造室里面已经空无一人了 唐义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怎么回事 实验品呢 姨墨 景子 村政左府拿起一个对讲机叫了几声 但是对讲机的另外一端 只响起了哧哧啦啦的声音 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动静 村政左府吃了一惊 他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些不妙了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门一开 千叶景子积极地跑了过来 他边匆忙地向前走 边焦急地说道 家主 不好了 唐义出意外了 哦 出了什么意外 村政左府吃了一惊 他的计划是很好的 而且经过基因对比 唐义绝对是最佳的人选 他比唐蕊还要合适这个计划 他 千叶景子的话没有说完 他突然右手一翻 一把窝刀急速地向村政左府刺了过去 他这一刀刺得毫无征兆 村政左府根本就没有一点防备 他一定不会想到千叶景子会突然对他下手的 但是出乎千叶景子意料之外的是 村政左府的右手一伸 他手中的刀就被他牢牢地抓在了手中 千叶景子吃了一惊 他认为村政左府只是一个普通人 因为他从来不用任何药剂 改造自己的身体 他更加不会忍住 可是他怎么会突然就把自己的刀抓在了手中呢 要知道千叶景子可是一位上人 对于村政左府这种普通人来说 一把能掐死一大片 你背叛我 村政左府冷冷地盯着千叶景子 他的背叛是村政左府所始料未及的 因为他让三井上雄给他灌输的记忆 是绝对不利于叶好轩的 他可以怀疑身边的所有人都会背叛他 但是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千叶景子 因为一个被灌输记忆的人 对他只有绝对的忠诚 你骗了我这么久 我为什么还要对你忠心 千叶景子脸上的恭敬 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冷冷地盯着村政左府 你怎么知道我骗了你 难道你已经恢复记忆了 村政左府冷笑道 我没有恢复记忆 千叶景子摇了摇头道 虽然我没有恢复记忆 但是我的感觉意向很准 你让三井上雄灌输给我的记忆虽然很真实 但是我有种不贴切的感觉 所以我有理由怀疑 一号宣说的话是真的 万一你真的仅仅只是和他的女朋友长得有些相似呢 村政左府冷笑了一声 他是医生 你真的当他是傻子 他会傻得连自己的女朋友都认不出来 千叶景子笑了 笑着笑着他的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当天他去找唐义问他到底是谁 唐义把有关于叶好轩的一切 都告诉了他 而且他在自己的身上 发现刻在自己身上的那个叶子 虽然还想不起来叶好轩是谁 但是他相信这个男人 一定是一个对自己非常重要的人 所以他才开始反省 尽管关于郑双双的记忆仍然是一片空白 但是他已经想清楚了自己是谁 他的感觉一向很准 三井上雄给人灌输的记忆的确是很真实 但那毕竟是假的 既然是假的 那就一定会令人有些不真切的感觉 郑双双感觉自己有关于千叶景子的记忆 很朦胧 他自己都有些怀疑那些记忆的真实性 尽管好多事情想不起来了 但是他回忆起自己刺入叶好轩胸口的那一件 他仍然隐约的感觉到有些心痛 一个女人 不会平白无故的有这种感觉的 他又找到了唐叶 仔细地把有关于他和叶好轩的事情 问清楚 然后梳理 他这才发现唐叶说的话根本没有一丝破绽可言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村政左府说 一开始就怀疑 千叶景子咬着牙说 你给我捏造了一个并不存在的绅士 你也给我灌输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记忆 我一早就感觉自己心里空空的 像是缺些什么一样 但是我弄不明白那到底是什么 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我心里空着的地方 是叶好轩 不可思议啊 你竟然想清楚了他是谁 村政左府冷笑了一声 可这不是你背叛我的理由 千叶景子 我把你当做女儿看待 我对你是无条件信任的 你也清楚 别人的身上都下了精神禁止 或者说经过改造 但是你没有 你和村政姨母都是我的孩子 你不对我下精神禁止 你不对我进行改造 那是因为你怕引起我的怀疑 千叶景子笑了 他冷冷地说 我不相信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 会把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当作他的亲生女儿来看待 在你眼里 在你眼里 我是个神经病 村政左府怒了 不错 你就是一个神经病 一个想要成生不老 一个妄想统治这个世界的神经病 千叶景子说 你早该醒醒了 我这是为了净化这个世界 我是为了迎接神的到来 谁也无法阻止我 千叶景子 我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再这样执迷不悟下去 我保证你会死的 村政左府怒吼道 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你确定 千叶景子冷笑了一声说 对 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因为你是我的女儿 村政左府说 如果我告诉你 村政一目已经被我杀了 你还会不会给我这个机会 千叶景子说 你杀了一幕 村政左府的双眼瞬间变得赤狐 是的 我杀了他 一剑穿心 他没有经过改葬 肯定活不下去 千叶景子淡淡地说 你也不要妄想救他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何能把他彻底地杀死 我杀了你 村政左府大号 他双手一翻 两根银亮的重棍 已经出现在手中 这两根棍子一盒 形成了一根两米多长的武器 这把武器既能当作棍用 分开 又能当作双刃 是一种常见的人者武器 你果然是一名人者 千叶景子后退了几步 双手紧紧地握着手中的窝刀 村政左府一言不发 刚刚的丧子之痛 让他几乎无法承受得了 他手中的武器猛地一扫 向千叶景子攻去 千叶景子 啊不 现在应该是正双双 抬起手中的窝刀 向村政左府迎了过去 叮叮叮的树声响 两人已经相互 拆了不下数十招 村政左府一共隔开了 郑双双手中的刀 然后急速地向前双手一翻 手中的银亮棍子 已经一分为二 猛地向郑双双斩去 郑双双一个空翻 身形腾空而起 手中的窝刀向前一格 叮一声响 一股巨大的反制力 从刀上传来 落地之后的他 不由自主地向后 连退了数十步 数招拆过 他已经释出了 村政左府的身前 村政左府的实力不弱 他甚至要比一般的上人 还要强上几分 你隐藏得好深 你从来不用自己制作出来 这基因药物强化自己的身体 但谁也没有料到 你竟然会是一名上人 郑双双双双手握刀 紧紧地盯着村政左府说 那是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 但是我却对你很信任 村政左府有些悲凉地说 可正是因为对你的信任 这才让我铸成大错 我害了一幕 哼 你之所以对我信任 那是因为你相信 三井上雄的崔明术很厉害 我是已经被你洗脑了 对吗 郑双双冷笑了一声 对 我认为你已经被我洗脑了 可是我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怀疑 村政一幕说 我的感觉一向很准 对地你是知道的 比唐一那里 我了解了一切 万一唐一骗你呢 村政左府冷笑的 你就那么相信他 他骗不了我 因为我仔细地对比过事情的发展经过 他说的话 没有一丝破绽 郑双双说 你杀了一幕 现在又来杀我 村政左府说 我没想杀你 我只是想挟持你 否则的话 我们谁也离不开这里 郑双双摇摇头道 或许 我会把你交给一些特殊部门的人 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 村政要起 再也不复存在了 真不愧是我的好女儿啊 我真的有些后悔 让别人提升你的能力 让你成为一名上人 我应该早点把你交给基因改造组的 这样的话 你就不会不受我的控制了 村政左府手中的银棍 化作了两把短刀 他双手缓缓地举起了刀 可惜啊 你太相信你的忍术了 你别忘了你这一身忍术是怎么来的 用它来对付我 你真的以为能用你的忍术杀得了我 不试试 怎么知道 郑双双冷笑了一声 她一跃而起 手中窝刀迅速地向村政左府斩去 一时间整个大厅里仿佛都闪起了她的身影 一时间无数条身影 针针换换地让人分不清楚 忍术 千换你 虽然郑双双的忍术是高手 以神光灌顶之法 直接灌输于她的体内 并非是她自身修成的 尽管有些根基不稳 但毕竟也是伤 她这首神出鬼没的千换你 也着实让人有些防不胜防 本门弄斧 村政左府冷笑了一声 她突然向前踏出一步 身体如同魅影一般向前掠去 在半空中划出了一道残影 她无视半空中变幻无常的身影 双眼飞鼻 手中的双剑一盒一扭 重重的一棍向前砸去 叮 郑双双手中的窝刀险些脱手飞出 孙政左府的实力是十大十 自己修炼出来的 比起她以神力灌输的不知道要强了多少倍 她只感觉到一股距离袭来 让她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术步 这才站稳了深情 一品上人 郑双双感觉到有些哑然 不错 是一品上人 村政左府冷笑了一声 她双手一分 那合成棍子的武器再度分开 她向前急速地掠近 同时两手一甩 武器再次分化成两把剑 化作一道残影 向郑双双袭去 一剑刺入一个绿巨人一般的改造者的喉咙 那家伙一丈多高的身形 轰然倒地 绿丝的血液几乎像是喷泉一样 从巨人的身体里面溜了出来 这个家伙是参照电影里的绿巨人改造的 但是他的能力 跟其真正的绿巨人差了不少 只不过是肌肉突变 力气变得大了一些罢了 而且他身体的颜色 完全是基因突变造成的 就像是加了染色素一样 和电影中的那个巨人 根本就没有办法比 看来村政左府 也是一个科幻迷啊 这家伙如果再早生个几十年 绝对又是一个希特勒 因为之前的希特勒就喜欢去研究神秘学 在二战时期 纳粹也确确实实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 和神秘的事情发生 直到击倒了这个伪造出来的绿巨人 叶浩宣这才恍然大悟 村政左府所谓的基因改造 不过只是一些假象罢了 或许他梦中梦到的基因技术是真的 但他毕竟是未来的科技 现在地球的科技就好像是 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子 他只能扶着东西在大人的指导下 慢慢地前进 如果你让他跑 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基因技术是一样 但是科技和生产能力不配套 所以村政左府的基因技术 看起来厉害 但不过都是一些神似的东西罢了 没有什么真正的实力 或许他寄居最大的希望就是 改造者或者打算改造唐义的天使计划 这是他真正的核心技术 只是可惜他没有机会去实验 这已经是叶浩宣闯破的第七道门了 也就是和村政左府约定的第七管 再有一管 叶浩宣就完全可以冲出门去 只是这巨人被放倒以后 前面的门没有自动打开 叶浩宣冷笑了一声 村政左府在这里的门锁很结实 不过他真的认为凭这些东西就能把自己困住 他向前一步 手中的太长巍巍的一举 然后一箭斩出 在这瞬间 原本平静的室内空气都扭曲了起来 叶浩宣的身体四处剑意凛然 嗡一声巨响 一道白起骤然形成 庞大的剑意重重地站在了前面的合金门上 砰 合金门一声巨响 合金猛地向里面凹出 叶浩宣走上前去再补上一箭 然后便走入了最后一道门里面 已经闯过了第八管 这里面的东西虽然看起来可怕 但是叶浩宣觉得充其量 只是一些披着虎皮的小绵羊罢了 几乎没有几个能挡得下他手中的太长剑 只是叶浩宣忽略了他现在已经是天井高手的事情 境界上的差距相差是十分的大的 如果他现在没有进去 对付这一个家伙 恐怕会很吃力 而且叶浩宣相信 村众左府这家伙 一定是小时候玩街机玩多了 还闯关 你他妈的你以为这是恐龙快打吗 走到最后一间居所里面 这个地方非常的安静 不像是前几次一样 没进去的时候就直接开打 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宣看到了角落处 有一个年纪很轻的人 站在那里盯着门口 叶连城 叶浩宣吃了一惊啊 他发现最后一关的这个人 赫然是叶连城 哼 你可以把我当作叶连城 对方笑了笑走上来 那副淡然的样子 赫然和叶连城是一模一样 不可能 叶连城早已经死在了海上了 叶浩宣摇摇头 他不相信眼前这个人是叶连城 因为叶连城已经死了 哼哼哼哼哼哼 他是死了 实话告诉你 我也不是叶连城 只不过是家主派人提取了叶连城的记忆 然后又通过高科技 将我的面容改变 这才让我变成了他的模样 为叶连城说 但是家主的命令就是让我忘记我以前的事情 所以 我就是叶连城 因为我有他的模样和他的记忆 只是不同的是基因罢了 那要对叶连城不公平 我已经杀死过他一次 如果你硬要做他 我便要杀死你第二次 叶连城摇摇头说 哼 你和叶连城做对手 原本就是不公平的事情 因为他不可能比得上 如果他早一点和我们合作 或许就不会死 为叶连城摇摇头道 村政左府为什么硬要再造出一个叶连城来 叶豪宣问 因为 一圣你喜欢光于心计 因为你到心上的境界 是无人能比的 虽然你不算是最强的人 但是你的心性绝对是最坚韧的人 所以 家主决定 要尽最大的努力搅乱你的心神 让你心神不宁 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对你下手 叶连城说 顺便 iamo 啊 谢谢大家